如何和女同事保持良好的關係 如果你是要保持一般同事的良好關係 那很簡單啊 就好好的 好好的做自己 好好的跟大家相處 圓滑 就好啦 是換小蜜蜂 什麼是RR小蜜蜂 嗨 噢 0890819 又抖內我了 謝謝你抖內我 大家現在是練在小教室齁 有什麼問題可以發問流 賣卡貝的肢體小蜜蜂 噢 你一看 你去看紀錄檔 應該結了精華就好了 那個 只能表演一次 我女朋友不准我看生理台怎麼辦 跟她溝通啊 如果她怎麼樣都沒辦法接受 那你就不要看 呵呵呵呵 請以女朋友的感受為第一優先 什麼情況下被打散會被打槍 嗯 我沒辦法跟你講 因為有些人喜歡被打散 有些人討厭被打散 有些人 你只要對她 嗯 釋出善意 不要太噁心 或太奇怪 或太 很很很 怎樣之類的 都不會拒絕 可是有些人只要跟她講 她不管你態度多好 她都覺得很討厭 所以沒辦法給你一個固定答案 大家是安定都不會有好結果嗎 不一定啊 這沒有一定 我喜歡的人 每次在我下課坐到旁邊的時候都叫我走開 可是她的朋友都說她很喜歡也很照顧我怎麼辦 哎呀她可能是傲嬌口是心扉啊 你就可以就 你說我想要坐你旁邊嘛 想要跟你聊天啊 想要跟你一起玩啊 就故意講一些 逗她的話 然後 然後 同時是開她玩笑 同時也是你真心的想要這樣做 按讚 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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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 不要不要你就跟他說欸然後就開始不理他就跟他說就開始跟他聊天 欸你最近過來好嗎?啊你那個功課怎麼做怎樣之類的 你就要若無其事的跟他聊天 有人喜歡真好 讚 按下來就可以繼續發問優 我現在高三我喜歡的人大一 我連他家人都一起吃過飯 我該先發智人嗎 如果你有把握你們現在是曖昧 確定是曖昧的階段 然後他可能也對你有好感 你有把握你就告白 如果你沒有把握就自己再觀望 可以去買宵夜 可以去買宵夜 喜歡的人 等一下 對啊 24歲要 今年都要25了 還沒有戀愛今年 是不是真的過30會轉職成母法師 對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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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對啊 我在看工作事情 哈哈哈哈 不是啦 不會啦 我覺得不要急 如果你真的很急 你可以自己主動激激的 你可以用你的興趣呢 我這個沒這個 之前講過蠻多次的 你可以贏你的興趣去Facebook搜尋你的社團 像是你可以搜尋看書 大家喜歡約去圖書館看書 或是大家喜歡去賞鳥什麼社之類的 你喜歡的興趣去搜尋社團 然後都會有很多同好 然後大家都可以約出去 你就可以認識女生 認識不到女生 你可以認識很多好朋友 數學還不錯 喜歡的人已經完全不想跟你講話 連理你都懶得理 是不是考慮該放棄 嗯 如果你們之前有不愉快 然後你已經努力的想要去挽回 可是他還是不理你 之類的 你覺得你盡力做了 都還是沒有辦法 那就可以放棄下一個 因為他就是不喜歡你 他就是不想理你嘛 有有有有我有收到你的卡 我有收到你的卡片了 他放在一個袋子裡面 我之後看到謝謝你 請看我的簡介 有喔 我的簡介 呵呵 Sandy如果限制女友穿著 不能穿太露 會被女友討厭嗎 你限制他 可是你要給他一個好的理由 像是 你不喜歡他露胸部 穿露胸部的衣服 你要說你不喜歡他露這樣 還是不喜歡他露這樣 還是他怎麼樣都不能露 你要跟他講清楚 等一下喔 像是 那他就會說 我露這樣跟露這樣 跟有什麼差嗎 我為什麼不能露 你就要跟他說呢 因為如果你露這樣的話呢 我會覺得很擔心 而且你露這樣的話 人家看你的眼光可能會 帶有一些不好的言語 或是想法 或覺得你 欸怎麼這麼 這麼裸露啊 或是 欸那妹啊那啊 很大啊 你看我聽到人家講你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難過 可是如果你露這樣的話 我還可以接受 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就開始跟他 跟他溝通之類的 所以呢 如果要限制你的男人朋友 做什麼事情呢 請跟他溝通 然後找可以 兩邊互相平衡的點 不要說 一就是一 因為他不是你的仆人 也不是你的部下 然後你說一就是一 就這樣 男生被女生說帥好是可愛好 可愛是 就覺得你很可愛 把你當朋友 至少 對你是比較有親近感的 帥的話就是帥啊 那可能是 仰慕你很帥 可能是 只是覺得你很帥 所以就是 各有各的好處 喜歡他真的沒有很好 隨時都提心吊膽 不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很愛吃醋生氣 愛得很難受 可是又放不下到底該怎麼做 您自己都已經說出你在這段感情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一起 你說喜歡嗎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一起 可是既然你都知道 喜歡這個人這麼痛苦 這麼不開心 然後你又沒辦法解決 可是你有喜歡的話 你就繼續喜歡下去吧 因為你放不下啊 所以我跟你說 下一個更好 怎樣怎樣的 你也聽不進去啊 因為你都已經知道 有什麼狀況了 所以呢 就看你自己 你可能是被 你還有耐心啦 所以還覺得可以 繼續撐下去 那你就可以繼續撐下去 說不定他可能突然 有些轉性之類的 不太可能 哈哈哈哈 邊玩GTA邊開台邊看我實況 太猛了吧 我也很好奇 最近被一個女性朋友不理 但我想知道為什麼 不管怎麼問他都不回 打電話也不會接 請問該問些什麼問題 好亂開頭 你可以問他說不好意思 我不是想要煩你 可是發生什麼事嗎 為什麼你都不理我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說 那 那 如果你真的真的 不想跟我說也沒關係 只是 我也不會再打擾你 只是我真的想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兩個人的關係 會變成這個樣子 是我做錯什麼 如果是我做錯什麼 我願意去改 或是我願意聽你的意見去 去改 去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這樣委婉的跟他講 打訊息給他 他一定會看 除非他不讀不回 那你就慘了 如果我剛剛講的那些 他都不讀不回 或是怎樣 都沒有什麼改變的話 那就不要再理他了 因為朋友嘛 當朋友 有朋友就是要開心 當你覺得這個朋友 讓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幹嘛還要跟他在一起 我是怎麼覺得 怎麼擺脫分手後 偶遇內心尷尬的感覺 你就讓他尷尬 讓他尷尬一下就不會 就結束了 你們只是會遇到 啊遇到一下就沒啦 而且幹嘛去在乎他 他都已經分手了 我還沒買搖桿欸 我還沒買搖桿欸 我想把自己想吃 鬼是不是討厭我 應該是沒有到討厭 只是就覺得 欸 你只是一個普通朋友 沒有變回那麼快 我跟你們說 不管是你喜歡這個人 或是你跟這個人在一起 或是有好感等等 曖昧之類的都算 當你在傳訊息給這個人的時候呢 如果他很快的就回你 而且很快就回你這個情況 蠻頻繁的 表示他也喜歡你 他也對你有興趣 他也對你有好感 等等等等之類的 可是當你傳訊息給這個人 他回你的頻率 很少很快就回 可能只有十次 大概一兩次很快就回 就表示他只會當你是普通朋友 沒什麼感覺 不重要的人 等等等 或是有比你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人之類的 所以呢 就這樣 當然是賽亞人啊 當然是賽亞人啊 我跟班上的一個女生 在平常用Facebook聊天都可以聊得很順 但你在班上見面就變得沒什麼話題可以聊怎麼辦 嗯 他是女生嘛 那你就主動一點啊 主動一點就是想 想一些話題去跟他聊啊 欸 我們不要每次都這樣見面那麼尷尬啊 然後就開始 你就開始 你就開始 像很平常 像在Facebook上在聊天 一樣在聊天 你先不尷尬 他一定 也會慢慢的不尷尬 加油 跟同事 跟認識的女同事 蛤 跟女同事認識一年了 一直都只有工作上的交流 你一直前有要到LINE 但是對方都已讀不回 沒有交流互動的情況 我該繼續嗎 對方一直刻意很冷淡 嗯 我先問 你怎麼知道他是刻意很冷淡 而不是他就是覺得 對你沒什麼興趣所以很冷淡 好 不管他是刻意還不刻意 反正他就是對你很冷淡 我覺得呢 既然你已經離職了 雖然要要到 可是他已讀不回 說定他只是 為了應付你給你 我講的比較直接 我覺得他可能是為了應付你 所以給你LINE 然後他根本就不想跟你聊天之類 因為你已經離職了 你也碰不到他 他也無所謂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在怎麼樣開話題 想要跟他聊天 打個招呼 他都不回的話 那就算了吧 他對你沒有興趣 好 無話不聊的朋友變成戀人 分手後的機會 變回原來的關係嗎 嗯 要看分手後 兩人之間有沒有談好 或兩人之間有沒有共識 或你們分手的情況是怎麼樣 有很多很多因素 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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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